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教你制作微软眼镜的课程 这节课我们继续上一节课没讲完的讲 就是我们把这个工程建立完 然后外设初始化完 上次课我们是讲到这个UART串口的这个初始化 我们把这个原来的这个IO 不合适的这个改成UART3的这个IO了 然后呢我们为了调试方面 还是把这个 连接USD这个UART一保留吧 然后就把它调成这样 就这是原来UART1的那部分 这是PA9和PA10 然后我们下面用专门的一个函数 UART3以内的来初始化这个第三个创口 这是PB10和PB11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主要是对来按摩块 上方这个主要是对我们这个USB调试来使用 打印信息就是可以从USB打印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IDE从控制台打印 但是我觉得这个毕竟还是打印起来 看控制台的话最后还是不是很方便 因为你要使用连接Tag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用USB打到创口终端比较好 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个终端处理 默认这个字符串是回车符 就是反习-n作为结尾的 那么就把这个-2-n作为结尾的 那么它收到这个-n的时候 我们就把前两个都覆盖掉 这是一个-2一个-n 然后这是中段的处理 UART3的这个处理也是一样的 后面这个就是发送写成函数的形式 这是发送一个字节 我们一般都是发送一个字串 所以是UART3的String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做一下处理 发送的时候可以选择设备是UART1还是3 然后print这句就是用来使用库含数的 就是你掉用printful这个库含数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句来实现 这句是跟之前不一样的是 它不用以-n和-n结尾 好 那么后边这个是Display menu 这个是我之前从这个项目考出来的 但是这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这可以忽略掉 好 这个是UART的这个处理化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面还有这个ADC和GPIO Io的话呢 它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需要暂时先处理化六个Io 如果后面需要多的话 我们再增加 Io我们看看这里 我们上一次是PB10和PB11用来当作创口用了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边再选六个 作为这个按键的Io来使用 那就PA3、PB4、PA5、PA7、PA6 就是3、5、6、7、加上4、加上2吧 PA2 就是2、3、5、6、7、加PB4 硕实化这几个 先拿一个当例子吧 我们这边Io的话也是要使用它的中断模式 就是我们不去轮循它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拷贝一下之前写好的代码 然后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原来这个在 错了 RFID里边 这个 ExitInt.c 我们拷贝到这个里边 然后别忘了把它的图文件也顺带着拎过来 在Include里面 像这个工程里面添加文件是很简单的 你就直接往进丢就可以了 丢完之后 它会自己去分析添加 然后我们在这端 刷新一下 就能看到了 好 这是我们先添加的这个文件 我们也还是看一下 这是一个初始化外部中断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初始化外部中断肯定要负责两个方面 就是这个Io要初始化为输入 因为我们是输入才能中断 输出没法中断 还有就是这个中断控制器 自己管理自己的 不要去主化函数里面 自己去写这个中断管理 这样的话很容易会遗漏掉 自己管自己 这个外部中断 就用这个函数去管理好自己的Io和这个中断控制器 我们看一下这一圈上来就是把这个GPIOA的时钟打开 这个是很关键的 有的时候忘了开时钟的话 调整了半天发现没有反应 使用中断的话 还要开这个辅数时钟 就是afio 这两个开了之后 配置好引脚 这个引脚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看着这个改一下 我们先用这个PAR改吧 这个就是PIN2 然后输入上拉模式 50MHz这样出时滑完这个就可以了 后面呢要配置一下它的这个中断控制器 因为我们是PIN2 那这里边就应该是第二个线了 好我们如果不确定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补权 那么是有2的 我们看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了 那后面呢就不要了 那后面呢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呃 优先级别和抢占优先级呢 就默认了就可以了 好放到3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使能这个中断 然后初始化这个中断控制器 那后面是呃 外部中断线的这个配置 我们一样的通通要改成跟我们相关的这个 2 gpl pin source2 就是从第二个引脚上接收中断 那么中断源是这个 呃 gpl group a 然后后面这些可以都默认 这里凡是这个line0的通通都要改成line2 中断模式是trigger falling 因为我们是呃上一次课 焊接硬件的时候 我们通通都是把它接到d的 记得吧 按键按下的时候 它是接d的 所以这里都是falling 啊后面这些是呃 使能这个中断 再初始化一下这个外部中断配置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方呃中断函数也同样的改成 这个这个中断函数呢 这个id已经为我们定义好了 我们可以跳过去看一下 在这里就是我们所有的呃中断的函数 不光是外部中断了 还有定日器啊等等这些rtc啊 你看这里是01234 然后5到9是一个 我后面4后面就是9到5就是占用一个了 啊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的话 就是56789都进入到这一个呃中断里面 好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说说明这个呃 外部中断是如何配置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需要改的地方 用这里 轻中断标记位刚才还是零 我们要改成2 啊 这一部分也还是 改成line2 好 那么暂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呃都修改完了 那么整个过程 你重重写的话呢 也是 比较麻烦的 建议大家还是从一个已有的工程来改 这样能省不少事 呃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 只是把这一个 p2这个引脚配置完了 那么 以此为例 这个p3 然后5 6 7 都可以一样的配置了 啊 p4这个是额外的一个引脚 因为它不在A组 那我们同样呢 也可以在这把这个B组的打开 然后把B组的这个辅助始终打开 一样的配置 那这里就 呃 不去依依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这个6个按键配置完一个 其他应该都是以此类推就可以解决的了 啊 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 呃 ADC 呃 我们还有一个外设是ADC ADC的初始化呢 我们 呃 看一下这边硬件 ADC的初始化 我们就用这边这个 c端考上的ADC pc0和pc1 呃 这个ADC 12 然后 in 10和11 就是12通道ADC的第10通道和第11通道 那么我们ADC的话呢 不用轮巡的方式 用DMA让它自己去 呃 不经过CPU的去访问这个 嗯 ADC设备 然后我们也是同样的 从之前的项目里面把它拎过来 这里面有 MARADC.C 好我们再去 把它的头文件一块复制过来 一般都是一样的名字 只不过 呃 文件后缀变成了.h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来 看一下这个 ADC的DMA配置 呃 ADC的初始化呢 就是 一般就是上来把这个IO配置一下 要这个IO引脚 复为 复用为 ADC输入 因为复用为模拟输入了 然后呢 模式要配置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函数 呃 GPIO配置的话就 比较简单了 上来把这个 IO和DMA的始终都打开 还有ADC的始终都打开 我们用的是这个外设 GPIOC 所以 GPIOC的始终打开 ADC 1的始终打开 DMA1的始终也打开 然后这个引脚 呃 PIN0和PIN1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 PCE和PC0 这是对应的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不用改了 然后后面这些模式 呃 模式要注意一下 这不是数字输入 是模拟输入 所以是analog input 就是AIN 然后初始化一下这个GPIOC 初始化完俩之后 那么剩下的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这个 呃 模式配置函数 我们要用这个DMA的方式 也就是说 CPU不干涉 外设自己去 通过DMA控制器 不断的读取ADC的这个 数据到我们的这个 呃 内存当中 所以我们要配置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这个DMA控制器的配置 DMA控制器 这个ADC所在的呃 Channel 也就是说它的通道是在这个 呃 DMA控制DMA控制器1的Channel1上 就是说第一个通道上 呃 G地址的话 我们是读取的是ADC1的地址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ADC1的这个Data Register 也就是说ADC1的这个数据 计存器的地址 付给这个DMA控制器 让它知道从哪取数据 因为它是从外设读数据写入内存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内存地址 内存地址的话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叫一个 这是一个变量 叫ADC 啊 在这儿 ADC Convert Convert Value 就是ADC转化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定义了一个 这是 呃 二维数组 这边是这个Channel的 就是通道的数量 两个通道 因为我们是两个ADC嘛 这边是N N是字节 OM5定义成200 这里你定义成小点也行 50也可以 这个是用来滤波的 就是我们一次 读这些 读200次 然后200次去个平均值回来 你们看后边这个设为外设为数据员 也就是说我们数据是从ADC到内存 这是数据传送方向 我们也可以从内存到数据 到这个外设呀 比如说我们这个UART发送 我们可以内存里边开启一段空间 里边洗满了字幕上的数据 然后让它DMA空隙 自己去发到这个UART外设上 我们就不管了CPU去该算什么算什么去 这个Buffer Size就是N乘以ADC Channel Number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200乘以2 两个通报 这是我们的这个缓存大小 他会在这一片内存区域上 不停的往里写数据 这个模式说外设地址固定 因为ADC的地址是死的硬件固定的 内存地址是我们可以变的 因为这是一个变量的地址 然后这边内存的地址呢 也是固定为这一个 就是我们声明的这个变量地址 这个变量一旦声明之后 这个地址也就定下来了 访问的字节对视方式是半字 那么这边也是Memory data size也是半字 就是说半字对半字传输 这个ADC是12位的 但是我们传输的时候也是26位去 然后高斯卫丢了就完了 呃传输方式是循环传输也就是说 一直读一直读啊 就停不下来 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就一直读下去 那么 这个 这个 后面这个 呃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配置完了之后 把它使能 然后这个 呃 channel 1 这个也使能掉 啊后面的就是ADC的这个配置 因为DMA控制器配置完了之后 你还得配置ADC进入这个DMA模式 啊我们 ADC的配置就是说 上来一个是配置成独立的ADC模式 然后呢扫描模式这个是要使能的啊 这个注释是不对的 这注释是从别的程序改过来的 呃扫描模式是用于多通道采集 因为我们就是多通道采集 我们通常采集两个通道 所以这个是使能这个扫描模式 然后开启这个连续转换模式 不停的对ADC进入转换 啊不使用外部触发 就是我我自己内部 DMA去控制它的这个什么时候读取这个数据 然后数据采用右对齐 右对齐就是因为我们 16位的数据存储12位 12位的ADC当然要右对齐的 左对齐的话这个整个数据就相当于 呃乘以了2的4次方 这是16 你就把数据扩大16倍了 这是不对的 所以右对齐 转换的通道数目 这是2 这是红结液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 这是初始化这个ADC的结构体 后面是说采样适中 我们就用八分频 呃9兆赫兹 然后这初始化这两个呃原数据 也就是说从这里读数据 就是Channel 呃10和Eliven 这两个数据 重复的读这两个数据 写入到那个缓存里面 呃 这边是 呃 使能这个ADC1 然后整个ADC设备的使能 最后再复位较转一下 那么等待交据完成 等待这个外部呃 出发或者是等待这个软件 出发IDC转换 呃一旦软件出发开始之后 DNA控制器就会不停的去读取 写入到这个通道里面 呃 后面这个是一个filter 就是说呃 滤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这个 你看这个投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 他一下子读两个Channel 两个Channel读完了之后呢 他读两百遍 读两百遍就是为了滤波 每个Channel都是两百遍 然后除以二百把这个数据滤一下 我们这个实际工程中是一定要滤波 不滤波的话 你得到的数据 就是一坨响一样 根本没法用 所以这边就是求和 求和之后再除以N 就是滤波一下 N是200嘛 好 这就是整个 呃 DNA方式的ADC 读取的这个设备的初始化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些课的内容呢 也大概就是这么多 我们把这个GPIO和ADC 设备的初始化也讲完了 好 我们这次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因为后续这个GPIO有好多 其他五个引脚还需要处理的 我就课下处理了 同学们也课下去处理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处理完的代码 也上升给大家 这课上就不浪费时间去讲这个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